一部《速度与激情》可谓是刷新了影坛票房新高 其中热血刺激的赛车场景 令观看者血脉喷张,激情满满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影 那么接下来就有好消息要告诉赛车迷们了 又有一部关于赛车的电影要跟大家见面了 10月23日,院线电影《急速弯道》在上海举办开机发布会 导演安岚,监制麦大杰,主演范直伟,蔡俊涛,宋小波,常丹丹等主创 现身与媒体朋友们见面 《急速弯道》讲述了青年医生方陈与病毒学教授贝明远的研究理念不同 拒绝一起研究能够使人类力量倍增的迅兽病毒 决定回国从医 却不想因为一场赛车比赛被卷入了病毒争夺战的故事 光听着就觉得很紧张刺激的故事还不够 一心想向经典致敬的导演说起这赛车的部分啊 那是信心十足 至于借鉴的话,我就说这样一句话吧 因为我说个笑料 某天凌晨的三点我在制片人房间里 然后跟他提到一些画面的构思 然后他说你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他就打给我们的投资方嘛 打好电话之后,他把电话盒上说 随便撞 随便炸 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会有精彩的飞车 精彩的爆炸,精彩的装车镜头 这点一定会借鉴的 我们向经典致敬,但是我们会有心意 好,谢谢 为了这部赛车动作戏 演员们可是卯足劲的在做健身准备 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演员们的卖力程度 急速弯道都是妥妥令人期待满满的节奏 真的一直都是在健身 因为我们这个系头有很多的帅哥 然后打手都是特别专业的健身的教练 然后带着范老师啊 带着我们一帅带着王帝 一直在锻炼 因为我们要把身材的好看 然后大家所有的人 就天天都在练锻炼 在不拍戏的时候 好像提早十几天就开始锻炼 对啊,半个月他就一直在健身 就是要为了拍得更好看 谢谢